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小丑鱼的生存考验 还记得动画卡通影片 海底总动员那条万人迷小丑鱼Nemo吗 一部电影的热卖让人们对小丑鱼爱不释手 但却也为她的生存带来威胁 今天很高兴请到海洋大学水餐养的学系 黄志阳老师来到现场 黄老师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认识小丑鱼 都是透过这个海底总动员这部卡通影片 尤其里面那个父子之情让人很感动 那个爸爸跟儿子之间的这个情感 可是看了今天的影片才发现 原来小丑鱼它真正的生态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而且它有非常特殊的一些家庭结构 你想要他们家庭是母系社会 家里面最大的就是妈妈 只要有妈妈存在才有其他的这个家庭成员 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小丑鱼的这个家庭结构 其实小丑鱼它的家庭结构非常的特殊 与其说家庭 我们通常会把它描述成一个 类似小型的族群或者是社会 就是它会在海葵或者是珊瑚礁的周围 有一整群的小丑鱼 但是很明显的你会看到体型有两只特别大的 那顺序一跟顺序二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繁殖队 那个是具有繁殖能力 就是妈妈跟爸爸 对那他们其实会抑制其他的小型的个体 在性别上面的承受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些原因 爸爸妈妈离开的话 他会有族群里面的依序递不上来 所以非常的特殊 那像他们的这个家庭结构 最大的就是爸爸跟妈妈 那其他的成员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其他在这个族群里面的成员的话 其实也有分别不同的功能 那比如说他一定会形成一个群体 那这样子对于抵抗掠食者的侵扰 是有一些帮助的 因为我们讲的人多适中嘛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可以在相同的棋地里面 共同去分享食物空间 甚至配偶的资源 那这样子可以让他跟他周围一些的竞争者 其实达到一种制衡的效果 同时也确保他族群整个的规模 跟延续性 另外一个就是 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 其实大部分的个体 受到保护的状态之下 即便是今天繁殖队里面的 青鱼就是雄性或雌性 因为被掠食者攻击 或者是人为捕捞 而失去他在整个结构上面 这个位置的时候 马上就有其他的个体可以来地补 那我们在这个海底总动员里头看到 是那个爸爸在保护那些小鱼苗 就是等于期待自己的孩子长大 那如果说是像老师刚刚提到 小丑鱼它是一个族群的概念 那保护小鱼苗 对于其他还没有 还没有他的这个 性别出现的个体来讲 他也会去分摊这个工作吗 其实大部分去照顾幼体 或者子带 其实是爸爸妈妈的工作 或者是他只会有 青鱼的某一方 雄性或雌性去照顾 那这其实不止在小丑鱼 在很多的鱼类 我们也会发现这样子的现象 甚至有一些的鱼类 比如说淡水口腹性的雌雕的话 它甚至会从瘦精卵开始 就把它放在嘴巴里面 有爸爸或妈妈含着它 一直等到它孵化之后 甚至它可以自己觅食 那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还是会回到 爸爸或妈妈的嘴巴里面 所以青袋的保护 对于某些物种来说 就是它在演化上面 很自然而然形成一种 去保护它的子带的一种方式 是 那刚刚老师有提到 这个小丑鱼它们 要成为比较大的个体的时候 它才会转换它的性别 它的性别才会出现 那这个部分实在很有趣 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多说明一下 它们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发生的 这种性别转变的概念 其实在比较 比如说像我们哺乳动物的话 几乎是不太会发生 是啊 对 然后我们也不太能够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的概念 但是在很多的生物特别是鱼类 我们越来越多的种类发觉到 它会变性 那当然它的性别的分化 或者是它的生殖线的成熟 会因为它荷尔蒙的作用所影响 那当然它会受到环境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像小丑鱼的话 它是受到族群的压力 就是只有第一大跟第二大的 它才会分化成不同的性别 而且具有繁殖配对的能力 像小丑鱼这个例子 也有跟它刚好相反的 有一些鱼类它是先雌后雄 我们不管讲先雌后雄或先雄后雌 它很多都只是单次的性变 那有一些的珊瑚交性的鱼类 它甚至可以多次或连续的性变 对 哇好神奇哦 因为对于生活而言 它们如何有效地延续它们的族群 不只是在数量或品质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 是 所以老师提到像小丑鱼 它的这个发展过程是 一旦它长成到这个族群里头最大的 它就会 要经过最大的过程 会先变成第二大的 它会先变成熊鱼 然后等到它变成第一大的 再变成雌鱼 当还没到达一二大的时候 其实都是没有性别的鱼 它会受到抑制 是 那有一些是行为上面的抑制 那有一些的 不只是鱼类啦 有一些的包括了昆虫 它们会释放出一些特殊的气味分子 那我们把它叫做菲洛蒙 那这些其实它也会影响到整个族群里面 个体的一些表现 特别是在生殖方面 是 那这个影片里头 另外有提到小丑鱼一个成长的一个谜团 就是小丑鱼它从这个鱼苗到最后 它到一个族群里头 中间的这个过程 一直是让大家很不解的 那科学家发现说 它们有一个很灵敏的嗅觉 它们会回到它们幼时的附近的这个珊瑚礁去生活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觉得这个在水里面怎么有办法去闻到气味呢 那它们是怎么样透过气味去找到回家的路 其实不管我们讲的气味 或者是电磁 或者是候鸟 它们说有些候鸟它可能会循着星象去 去做所谓的迁徙 或者是鱼类的挥游 其实这些都是生物对于环境的一个综合性的反应 那这个综合性反应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很多动力去持续去推动它们 比如说食物空间或者是配偶等等这些东西 那比较有趣的是 当小丑鱼它在珊瑚礁或者是海葵的下方 残暖 然后去照顾它 甚至等到孵育前 其实小丑鱼它云苗在孵化的最后那一刹那 不是在我们一般人正常所认定的白天 清晨或者傍晚 而且而是在深夜的时候 那很多人 都是在深夜吗 对对对 很多人他会认为说 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问题 对他怎么知道那时候是深夜呢 对但是有很多的行为学家他们观察到就是 小丑鱼它在照顾软利的时候 其实它会选择在海葵的下方或是周围 但是海葵的触手或黏液其实对于这些幼鱼而言 是有致命性的影响 所以当夜间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海葵或珊瑚 其实它呈现休息的状态 对所以它可以去远离那些不管是海葵 它触手上面的磁细胞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略食性生物的攻击 那影片中他有提到说它的嗅觉非常好 那这个嗅觉的这个部分它是怎么样去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气味 我觉得气味应该是在空气中的 其实很多的生物它对于气味非常的敏感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气味它代表着很多种不同的意义 包括了食物也好或者是配偶也好 只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鱼类嗅觉其他并不是靠鼻孔 不过它不是有两个洞看起来像鼻孔吗 对啊 但是那个不是拿来闻的 其实鱼类它真正 或者是我们讲最主要的感觉器官 当然除了视觉之外 那其实鱼类的视觉也不太好 那它真正的感觉器官其实在它的侧线 就在它身旁边有 在塞那边吗 从它塞一直到尾顶 就是靠近尾巴肌部的地方 它会有一连串 因为那个鱼片是非常特殊 就是它那个局部的地方 它的鱼片上面是都有小孔的 那这小孔是可以容许它跟外界去进行一些接触 那包括了声音震动 甚至一些气味分子 它其实靠那个去察觉的 是 那它们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特别是珊瑚礁 其实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 所以变成它们对于环境或者是掠食者 感觉其实都要特别的灵敏 才有办法让它们去脱离一些风险或威胁 是 真的跟我们直观的觉得咽鼻孔去感受气味 是是差非常多的 那其实我们在台湾 我们就感觉是一个珊瑚礁围绕的一个岛 那就台湾这附近珊瑚礁小丑鱼的状况 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 如果各位想要去看到那种小丑鱼跟海葵共生的迷人的画面 或者是想要跟它们贴近的话 其实在台湾的离岛其实都可以看到小丑鱼 会不必远求啊 因为有很多人为了小丑鱼 感觉要去澳洲 对对要去很多的地方 大宝礁 对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台湾其实在民国50年到60年间 其实有非常大量的海水观赏鱼的出口 这样子 对那其实这个会促成所谓的捕捉的压力啊 那再加上台湾其实有所谓的珊瑚礁鱼业 那这个对于整个珊瑚礁的生态 或者是特定的种类 其实它的影响跟破坏也是非常明显的 是那老师刚刚你提到这个 台湾的珊瑚礁鱼业 可不可以请老师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因为这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是比较陌生的 因为珊瑚礁它最特殊的 就是它生物的多样性 所以我们常常形容说在陆地上 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是在榆林 那如果是在海洋的话 大概就是在珊瑚礁 反正我们认定的那种所谓的浩瀚的大洋 这种外海或外洋的话 其实它相对的是没有这么多样性的表现 所以其实你会发觉在所谓的珊瑚礁环境 因为它的光照非常的充足 生物多样性非常的高 所以它会变成一些比如说小钓的渔业 或者是潜水标普 甚至用陷阱笼具或者是刺网 那这些最主要是工作观赏或工作使用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就是不止在台湾 在很多的东奈亚国家 它们往往会为了捕捉高价的观赏性的鱼类或使用鱼 它会用比如说用独猎的方式 或者是用破坏性的鱼法 就是把它漆地整个毁坏 它只是为了拿到它 只是为了一只整个漆地把它毁掉 对对对 是 所以我们在影片中有提到说 有时候为了抓一只鱼 要去杀害掉十几只鱼 是不是就是像这样子的状况 比如说在全世界最主要的海水观赏鱼的供应国家 是菲律宾跟印尼 这两个国家因为他们有先天上面的优势跟资源 因为他们离岛的数量非常大 而且他们位在那个位置 刚好又是珊瑚郊区主要的分布地方 在一些调查数字里面 全世界有超过九成以上的海水观赏鱼 就是来自于这两个国家 虽然这两个国家陆续在2000到2002年签订了就是不再以独猎或者是非法的方式去捕捉这些鱼类 但是所谓的观赏鱼或高价的珊瑚郊使用区鱼类 对于当地的居民而言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 所以他们会非常大量而且频繁的去使用这样子资源 对那当他们去使用的时候 其实对于整个环境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比如说他今天使用氢化物的话 他只把他想要的鱼拿走 那那些躲藏在珊瑚郊里面的虾子螃蟹或是其他的鱼类 那他们就都不管他了 那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少去关注到的问题就是 其实观赏鱼产业 因为我们在影片里面其实也会看到 有人专门在抓 有人专门在负责收集 有人专门在负责配送 甚至贸易出口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观赏水族它产业的环节或是分成非常的细腻 然后这些活生物它在每一个不同的环节 其实都会有因为不当的操作 或者是疏忽的管理会有一定的死亡率 所以有人才会说其实当我们在水族馆看到一只健康的鱼 甚至你可以在水族缸里面稳定的饲养多少时间之后 其实它背后有非常大量的其他生物的付出跟牺牲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热带鱼 我们会觉得在情感上很喜欢它们 我们当它去捕捞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它们其实受到伤害很不忍心 会相对的觉得说 这个在捕捞上头是不是不好的一些做法 可是他们的另外一个说法是 我们在吃鱼大量去捕捞去消耗这个海洋资源 其实是一样的事情 老师你怎么样看这件事 这一个影片里面很多的内容所呈现出来的 我相信是很多即便它喜欢观赏鱼 也实际饲养可能有十几年经验的人 从来没有看过的画面 因为其实一般人接触到这些所谓的水族宠物 或者是观赏鱼 它其实是在整个产业供应链的末端 就是水族馆或宠物店 那事实上它在不同的环节里面 它都遭遇了不同的风险跟危险 从源头的特定物种的过度捕捞 到漆地破坏 还有每个不同产业环节联系之间 比如说它包装运输过程都损失 那这些都是不为人知的 所以其实今天站在生态保育 或者是野生动物有效性利用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是希望消费者或者是爱好者 他能够依据自己的能力 包括我的设备啊 或者是技术或者是经验 去选择你可以去照顾的 因为毕竟他是所谓的宠物 就像家人或朋友甚至伙伴一样 而不是所谓的只是你的一个装饰品 或者是想要品这样子 所以老师其实谈到这点 我觉得在情感上 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抉择 也许我很喜欢小丑鱼 我很想要跟他当朋友 所以把他请到家里来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在补他的过程中 他必须要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甚至对他的漆地来讲 是这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在影片中里头 有一个这个泰国的教授 他就是说他用养殖的方式 来避免对于野生的这个小丑鱼的捕捞 那这件事情其实在道德格情感面 其实他是有蛮大的一个讨论空间 那老师您的看法呢 我们先说野生捞捕跟人工返养殖培育的差异 就是我们通常会借由返养殖培育来降低 第一个对于特定物种的利用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尽量去降低 骚扰它的气地或者是破坏它生态的频度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似乎返养殖会比野生捞捕好的很多 但是其实反养殖上面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说它这些青种它是不是受到良好的 或者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人道对待 因为动物福利将来会不但已经普遍的在犬猫或鸟汁的饲养上面 其实未来在观众水族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去 去我们讲限制也好 或者是规范这个产业整个产业的发展也好 所以其实反养殖培育当然它可以免除掉野生捞捕很多负面的因素 但是反养殖培育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要特别去重视一些比如说动物福利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在培育的过程中 会不会造成比如说外来种入侵啊 或者是特定的病源或疾病随着这些生物 因为毕竟这些观众性的水生物 其实它是在全球的贸易市场上面去非常频繁的流通 是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了解到这个行业的时候 发现它其实背后它 我们真的要去做的思考其实是蛮多的 那我们常常在这个动物保育的这个口号里头 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捕杀 你觉得这句话可以也用在这个水族漁业吗? 其实我们来看所谓的观众水族 我们会发觉今天不管景不景气 在全球的水族市场 它大概在1994年以后 大概每年就是10%稳定的在成长 是一直在成长中的 对一直在成长中 那它的选择性又多 只是说站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点 跟环境的状态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比较鼓励的消费者是 不能把它视作为是一个休闲性的消耗商品 对 那它也应该被提升到所谓的宠物的水准去对待 那自然因为这一层的因素 所以 饲养者它在选购或饲养之前 它不但要仔细的思考 甚至它必须要做非常多的功课 我们可能必须将所有的所谓的观赏性的水生物摊在桌面上 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在2002年以后 大概就有超过4000种的淡水性物种 跟超过1500种的海水性物种 好惊人的数字 在市场上面流通 对所以这些成千上万的种类 其实并不适合每一个 我们所谓的水族爱好者的饲养 对 它应该是有一些 应该是被大型的水族博物馆 或者是海洋生物博物馆去照顾的 那我们纯粹去欣赏它就好了 那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应该去饲养它 而且我们必须特别的去保护它 或者是藉由一些宣导 来让它知道这些物种 或者它的气地真面临这样子的威胁 是 其实老师提到一个很好的概念 当我们这么爱它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去水族馆看它 或者是去海参馆去看它 其实这样子它的环境更好 那或者是帮它维持一个好的生态性 我们去潜水看它也是 那当老师您在从事这样子的这个工作 你会有很多的机会去了解到 我们台湾附近这个珊瑚礁的状况 就您自己的经验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让你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注意提醒 去关注的一些问题呢 大部分的人有过这样的经验 他们都会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原因当然有包括非常多 比如说渔业资源的过度使用 或者是我们其实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把很多的风景区 把它就设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甚至我们很多的住宅都要标榜着水岸第一排 那这对于环境来说 或者对于特定物种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伤害 是 因为那样子的环境对于生活而言 那个叫做漆地 那个是它本来就生长在那边 那是他们的家呢 对对对对 那我们反而是客人 侵入者 对对对 我们反而会去 其实过度的接近它 或者是频繁的去接触它 其实会造成它的伤害 那在老师您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这个小丑鱼的过程中 可不可以谈谈最让你感动 或者是觉得印象深刻的经验是什么 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 小丑鱼并不一定需要海葵 因为大部分人 第一个想到小丑鱼 第二个就会想到海葵 对 或者是第一个想到Nemo 第二个就会想到多利 就是在电影里面它的伙伴 但事实上 在全世界 大概已经有超过30种的小丑鱼 其实里面大概不超过10种 它对于海葵是有密切的需求 有很多小丑鱼它是不需要海葵的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对于海葵 其实也会挑选 对 所以很多人错误观念 会把小丑鱼跟海葵 把它放在一起 的确是 尤其是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 生物是非常的多样 我们透过小丑鱼这部影片 让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它的生态 那这个对于我们自己需要提醒的是 我们爱它未必要拥有它 我们给它一个更好的环境 让它生活 也许是最好的爱它的方式 那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地球正次感恩 谢谢观看